中国网新闻1月11日讯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月11日主持例行记者会 以下是本次记者会答问实录 问日本政府今天说有一艘不明国际潜艇进入钓鱼岛 12海里皮连区 中国军舰很有可能进入了同一区域 日方已就此提出抗议 请证实 答根据中方掌握情况 今天上午日本海上自卫队两艘舰艇先后进入赤尾与东北侧皮连区活动 中国海军对日方活动实施了全程跟踪监控 目前日方舰艇已离开了有关皮连区 我必须再次强调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日方有关做法丝毫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也丝毫动摇不了中方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 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 按照双方2014年达成的四点元 则共识精神 与中方相向而行 以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做出努力 问 据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话时表示 只要时机条件合适 美国愿意同朝鲜开展对话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 近来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出现了一些积极互动的迹象 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中方欢迎一切有助于缓和半岛局势 推动半岛问题重回对话协商解决正轨的努力 我们也多次说过 美朝是半岛核问题的直接当事方 同国际社会一样 我们希望美朝双方能够相向而行 在对话接触方面迈出有意义的步伐 中方愿继续为推动半岛核问题重返对话协商解决的轨道 做出自己的努力 问 我们注意到了李克强总理在柬埔寨出席蓝苍江 美宫和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的消息 你能否进一步介绍蓝苍合作机制的特点和优势 蓝苍合作在推进中国与相关国家务实合作 改善 当地民生方面有什么亮点 答蓝苍合作是首个由刘玉六国共同创建的四区域新型合作机制 这个机制最大特点就是平等协商 务实高效 开放包容 六国不分大小 强弱 贫富 有事一起商量着办 能够充分照顾彼此关切和舒适度 蓝苍合作不是清坦管 而是务实行动派 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而是开放大门 推动合作 共同促进六国经济社会发展 蓝苍合作与中国东盟合作相辅相成 同本地区其他合作机制相互补充 维护和促进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蓝苍合作自2016年3月全面启动以来 机制平台逐步健全 重大项目有序推进 人文合作有声有色 六国合作进入高铁时代 给六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蓝苍合作支持了湄公河国家20多个大型基础设施和工业化项目 开展了上百个会民生的中小项目 超过1.2万名湄公河国家学生获得 中国政府奖学金 3000多位在职人员来华研修 特别是 光明型项目让柬埔寨 老挝 缅甸近800名白内障患者重建光明 未来我们还将重点在水资源 互联互通 产能 农业 人力资源开发 医疗卫生等领域开展更多合作 为六国民众带来更多的福祉 关键词 责任编辑 刘俊玲